大家好,我是孫允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六個字,就是三大爆邊關鍵 先談談事 今天的事相當牛皮 高開後,曾經回軟過回軟後 又發回升回頭 但升幅一直不算多,幾十點上落 最後全日都升幾十點 升六十四點,收二百六一九,二萬八千六十九點 成交不多,六百五十六億 今天的市場升幾十點 其中大家比較注意的是港鐵 因為創新高 升1.4%,跑贏大市 除了港鐵之外,豪島股今天都比較亮麗 因為強勁的豪島股也有2%的進帳 其中包括銀河 升2.9%,接近3%的升幅 成為市場升得比較強的南籌股 講回整個市場,今天的市場 剛才說了 全日的波幅不大,升過下跌過下,都是幾十點貨 成交又繼續,都沒有看頭,六百幾億 七百億都不夠 顯示,買賣兩閒,市場一般人士認為 這樣的市場顯示,沒有方向 在等待爆邊,爆邊意思是行單行 單邊市,現在是沒有方向市 單邊市,只有方向,一是上,一是落 究竟 什麼時候會爆邊,什麼因素會令它爆邊 今天就列舉 三大爆邊關鍵位 三方面因素,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方面,先講一下 就是 業績期 美國的業績期 已經到來 這是其中一個爆邊關鍵 開始了 星期一 首先 花旗銀行 打頭陣 公佈了業績 出來的 無論是收入以至盈利 都是比市場預期為佳 只不過 與此同時 投資銀行業務 就出現了放緩 換言之 有好有淡 雖然收入盈利勝如其 但一個重要業務 就放緩 接下來大家都會繼續看著 美國企業的盈利業績 因為 今個季度 即是第二季度的業績 出來 大家估計會一般 因為之前很多企業發了盈利指引 大部份是盈利指引是負面的 所謂香港人叫刑警 大部份發表了 盈利指引的負面指引 大家預期今個季度 美國 S&P500指數會出現 盈利倒退 約3% 這個 如果真的的話 是幾年來 最差的水平 會否 這個因素 如果真的出來 是差的 業績 或者比市場預期更差 會否令到 美股爆邊 以至港股爆邊 大家要留意 花旗是打頭陣 叫做 驚喜 都有 或是好壞產本 接著會有周二 即是今日 高盛 意志摩通 周三 美銀 都是其銀行股為主 周四 大摩 第一輪 就是銀行股 打頭陣 陸續這幾間 接著會怎樣呢 會否像花旗 有好有不好 大家要留意 這是其中一個關鍵 第二個關鍵 就是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 最近很多動靜 歸根究竟 可能跟他本身自己的民調 表現欠佳有關 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他仍然落後 四個 民主黨的對手 因為民主黨還未知誰出來選 但是已經落後 給四個有可能參選的對手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 特朗普最近又再發瘋 近這兩天 發瘋的對象 針對自己國內的 女議員 發生軒然大波 因為他對四個所謂有色人種的 女國委員 開炮 就說你們應該滾回去你自己的國家 你的國家也有罪惡 回到你自己的國家 不要在那裡吵 又說你不喜歡美國 隨時可以走 天然大波 被批評為 種族主義 不當言論 特朗普也經常發表 但是這次不當言論 是不是一次 之前有時會 失機無神的亂講 亂講通 有心講的是亂講還是有心講 大家要留意 他雖然習慣亂講 但是慎防他有心講 有心講的意思是甚麼 其中的分析就是 他這樣說這些說話 雖然被批評為種族主義 或者歧視女性 但是 他可能對鞏固自己票倉的票員有幫助 這樣說 如果真是有心講 挑釁性的說話 去鞏固自己的基本盤 這個值得留意 因為他近這幾天 對中國方面有些話要講 上星期已經說 中國的情況 令他失望 沒有買農產品 令他失望 這兩天又說 首先就說 習近平可能已經不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簡單地說 國為其主 他以為中國 我以為美國 他可能已經不是好朋友 好像有些挑釁性的說話 加上 對中國 公佈剛剛公佈的GDP 第二季 6.4% 6.2% 上半年是6.3%增長 他會把手掌說自己 好 中國不行 意思是這樣 這樣的情況之下 中國經濟放緩 很顯示 相信中國會很心急 跟他達成協議 最怕 特朗普 最近 如果真的想發表一些刺激性 或挑釁性的言論 令他鞏固自己的盤 會否下一轉發表的言論 就是對著中國來發表 就是挑釁中國 以試圖鞏固自己的基本盤 大家要留意 這可能是第二個 爆邊關鍵 就是特朗普此人 會否做一些驚人之舉 去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所謂外交 是內政的延續 會透外交 搞事 幫自己內政得分 這是第二個關鍵 第三個關鍵是什麼 就是技術性的走勢 看到恆生指數走勢 綠線 綠線就是頭肩頂 的頸線 市場人士認為 其中一部份認為 這個可能是恆生頭肩頂 單從形態來看 都是相似的 因為既有左肩 又有頭肩 又有右肩 從形態來說 有可能形成 當然 頭肩頂 能否形成 最關鍵是什麼 就是跌穿頸線 頸線何在 就是綠色線 這條 綠色線 更加重要 跌穿頸線之餘 再穿前浪底 的支持 確認 跌穿 以至 頭肩頂成立 頭肩頂 離淡 其中一個關鍵 就是 綠色頸線 以至 綠色線 如果跌穿了 就向下爆邊 另外 要留意著 就是100天線 紅色的這條線 大致是紅色的 看起來 就是100天線 幾次試都穿不到 證明 100天線 好似成為 淡油 沽貨 或獲利回吐的水平 見到100天線 就稍稍沽貨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幾次 看到了 一次兩次 今天第三次 迫近 都未穿到 現在 100天線 大致 站在 不太遠 都是 28630 多點 28640 留意著 穿了 就比較頭赤 今天都很接近 所以留意著 這個位 爆邊關鍵 第三個技術上 就是 前浪底 以至 100天線 大家留意著 整個關鍵 今天分析 大致 多謝大家